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讲的这本书《情绪的大脑生活》就详细剖析了情绪这件事儿 作者理查德·戴维森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 也是一位非常权威的神经学专家 还被《时代周刊》选入2006年度世界百大影响力人物 这是一本革命性的原创科学著作 戴维森从事情绪神经科学研究几十年 产出了数百项研究成果 他最大的贡献是创出了主流心理学和主流神经科学两门学科的领域 把这两门学科结合搞清楚了情绪对大脑功能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 这本书不同反响的地方是他告诉你人脑的活动机制虽然是与生俱来的 但它其实是可以改造的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发现了人脑情绪风格的六个维度和如何通过这些维度的调试 改变你的自我认知社会互动和对幸福的感受 好 今天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讲情绪的事儿 一 找出自己的情绪风格 二 情绪风格如何影响了你 三 情绪风格是可以改变的 四 如何改变情绪风格 下面我们就一一展开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内容 找出自己的情绪风格 情绪风格这个词在心理学上指的是情绪反应在类型强度和持续时间上的差异 情绪风格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这得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 当时情绪在认知心理学家眼中只是一种干扰 无足轻重 而作者却不这么看 经过大量的研究实验 作者终于发现了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大脑机制 这些情绪活动不是发生在人们通常以为的脑干和边缘系统 而是发生在前额皮质中 无论是婴儿还是成年人经历积极情绪时 左前额皮质会变得活跃 经历消极情绪时 右前额皮质会变得活跃 这项研究在科学界引起了轰动 因为科学家过去认为前额皮质是人类理想思维的所在 而作者的研究发现前额皮质还掌管着人类的情绪 这一发现宣告了情绪神经科学这本新学课的诞生 戴维森在对情绪的神经基础进行了系统研究之后 发现人们对各种生活经验的反应可以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 情绪风格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 不同的个体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情绪风格 由此作者提出了情绪的六个维度 其中每一个维度都代表一种神经特征 都对应于一个从左到右连续变化的区间 你在这一个维度的情绪特征可能位于区间的这一端 那一端或之间的任意位置 你可以把这六个维度理解为六个坐标轴 把你在每个维度区间上的位置汇总在一起 就得到了你的总体情绪风格 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六个情绪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叫情绪调整 情绪调整指的是面对困境 你是会陷入崩溃境地 还是百折不挠抗争到底 遭遇打击是束手就擒还是激流涌进 情绪调整能力强的人面对挫折 他的情绪能够迅速恢复 低的人却只能缓慢恢复 比如与自己的另一半吵架 缓慢恢复的人一整天都无法走出坏心情 而迅速恢复的人可能转身就忘了 第二个情绪的维度是生活态度 指的是面对生活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 也就是积极思维还是消极思维 比如面对半杯水 生活态度积极的人会想太好了 还有半杯水 而消极的人会想太糟了 只剩半杯水了 第三个情绪的维度是社会直觉 指的是你是否能清楚地读懂别人的心理状态 或者是情绪状态 比如社交直觉敏锐的人总是很了解别人的感受 甚至比他们本人还了解 相反跟你聊天的人因为你说的话生气了 而你还没感觉 那就说明你是一个社交直觉迟钝的人 第四个情绪的维度是自我察觉 这指的是对内在的自我是不是有清楚的了解 比如晚上吃饭的时候 你说你老婆发火 如果你能意识到 这不是因为他做的饭不好吃 而是因为自己下班路上堵车 一肚子火无处发泄 那你就是一个自我觉察能力敏锐的人 否则就是自我觉察能力迟钝的人 第五个维度是情境敏感 指的是能否区分不同社交场合的交往习惯和规矩 比如到领导家里拜访跟参加同学聚会 显然就是不同的场合 需要不同的社交礼仪 情境敏感的人知道 在领导家里要谦逊恭敬 参加同学聚会就可以豪爽随性一些 那情境迟钝的人呢 可能做出不合时宜的举动 让人家尴尬 第六个是专注力 指的是能否排除情绪等因素的干扰 保持注意力集中 比如你正勤 比如你正沉浸在电子游戏中 你的宠物狗在你身边叫了半天 你竟然没有听见 这就说明你是一个注意力集中的人 相反 你必须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下 才能正常办公 别人的吵闹声很容易让你分神 那你就是一个注意力分散的人 好了 情绪的六个维度我们就说完了 再来回顾一下 六个维度是情绪调整 生活态度 社交直觉 自我觉察 情境敏感 和专注力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绪风格 你身上的这六种成分的不同含量 决定了你是什么情绪风格 那么怎样找出自己的情绪风格呢 作者针对每一种情绪风格维度设计了一套问卷 每套问卷都有十个问题 根据你对问题回答的是与否计算出得分 满分为十分 那你的得分多少就说明了你在这个情绪风格维度中是处于哪个位置水平 比如对情绪调整能力维度的测试 如果你的得分在七分以上 那么你就是缓慢恢复的人 如果得分在三分以下 你就是迅速恢复的人 我会把这个测试卷放在笔记里 有兴趣的朋友呢 不妨对自己做一个测试 有时啊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更准确 你也可以请最了解你的人替你回答这些问题 所谓旁观者轻嘛 当你把六个测试卷都做完了 可以拿出一张纸来 从上到下画出六条等距的水平线 对应六条线 从上到下标注出六个维度 在从左到右每个维度的两端做出标注 比如情绪调整能力的两端分别是迅速恢复和缓慢恢复 依次把其余五个标注完 最后根据你自己在上面六个问卷中的得分 为自己在每条线上做出标记 现在你可以一眼就看出自己的总体情绪风格了 也许你的专注力非常高 情景敏感性也说得过去 不过自我觉察能力不进入人意 也许你拥有一场积极的生活态度 不过你还是会不时表现的缺乏情绪调整能力 而且在社交场合总是慢慢拍 这六个维度可以有无数种组合 所以说呢 情绪风格也可以千变万化 就像指纹和面孔一样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知道了你的情绪风格又有什么用呢 戴维森找到了 控制每一种情绪维度背后的大脑活动模式 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情绪大脑的模型 这一发现具有深远影响 不但变革了对自闭症抑郁症的治疗 还可以帮助你改造自己的大脑和情绪特征 主宰自己的情绪风格 调整出让自己满意的情绪风格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内容 找出自己的情绪风格 我们来小结一下 情绪风格是指情绪反应在类型 强度和持续时间上的差异 六种情绪维度分别是情绪调整 生活态度 社交直觉 自我觉察 情境敏感和专注力 你的情绪风格如何 取决于你身上的这六种成分的不同含量 情绪风格也可以千变万化 就像指纹和面孔一样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了解了自己的情绪风格之后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内容 情绪风格怎么影响你的生活 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有一个解剖学家 叫埃拉西斯特拉图斯 名字太长啊 咱就叫他埃先生吧 据说呢 他那时候啊就可以通过脉搏频率 来推断病人是否得了相思病 当时呢 一位希腊国王有一个已经成年的儿子 这个儿子得了怪病非常严重快要死了 所有的大夫都治不了他 国王呢 就把埃先生请来了 埃先生发现 每当这个年轻人见到国王年轻貌美的新婚妻子的时候 他就脸红心跳脉搏狂飙大汗淋漓 此外他一律重重 常会突然昏厥 埃先生断定王子得了相思病 心上人就是国王的新婚妻子 最后呢 慷慨的国王就将新婚妻子许配给了为爱吃狂的儿子 故事也有了圆满的结局 这个故事清楚的展现了情绪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 现在科学研究啊也能证明这一点 对哮喘病人做的研究发现 压力可以让身体对过敏源的生理反应出现显著恶化 最敏感的哮喘患者在情绪调整这个维度上靠近缓慢恢复这个水平 而自我觉察能力下降对哮喘患者有好处 大量的实验证明积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对健康产生好的影响 具体说就是积极情绪能够直接作用于生理机能抑制心血管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或者荷尔蒙系统还能够提高生长激素 催乳素和催产素的水平能够更有效的抗击感染降低血压 所以你看情绪风格会影响人们的生理系统进而决定你的健康 这里的作者提醒我们一点那就是不存在理想的情绪风格 不需要刻意把自己变成某一种所谓理想情绪风格的人 不过呢有时候一个人的情绪风格可能会过于极端甚至影响了这个人的正常生活 那这种情况下情绪风格就进入了病态的范畴 就拿抑郁症来说吧抑郁症患者无法感受到快乐满足骄傲等积极情绪 积极情绪的缺失很自然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 抑郁症患者难以制定计划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期也很难朝向目标采取实际行动 戴维森在研究中发现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大脑中伏格核的活跃水平会下降 这是因为伏格核与控制着大脑其他部位活动的前额皮质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功能障碍 造成抑郁症患者无法强化自己的积极情绪 这种情况那就需要改变和调整了 好我们现在来小结一下第二个内容 情绪风格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大脑活动模式与各种生理系统之间存在着关联 具体的情绪风格也与身体健康修期相关 积极情绪有益健康过于极端的情绪风格会影响正常生活 如果进入病态的范畴 严重的影响了你的生活质量 就需要你做出适当的改变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内容 情绪风格是可以改变的 这里先从大脑说起 大脑具有可塑性 比如研究人员发现 先天视觉障碍的人在学习了用手触摸的盲纹之后 他们大脑中的运动皮质和躯体感觉皮质都产生了变化 就是面积和活跃程度的增加 更让人惊讶的是 他们大脑中的视觉皮质干脆转行了 开始处理从手指传来的触觉信号 而不是眼睛发出的视觉信号了 因此呢 有视觉障碍的人听觉特别灵敏 有听觉障碍的人眼睛特别敏锐 这种补偿性变化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感觉经验能够让大脑重新分区 也就是说大自然赋予了人类大脑一种灵活性 使得人脑能够不断调整 适应周围世界的要求 大脑并不是静态的 而是可以发生改变的 比如高强度的运动训练 让中风患者的大脑出现了功能重组 健康的脑区接手了受损脑区的功能 高强度的乐器练习 让演奏需要用到的那几根手指 所对应的大脑区发生了扩张 无法收到视觉信号的时候 视觉皮质转而开始处理听觉和触觉信号 那么这些例子中的改变大脑的诱因来自于外部 实际上纯粹的意念 也可以给大脑带来根本上的改变 书中介绍了一个虚拟钢琴学习的例子 哈佛大学研究团队 请一组志愿者学习了一首简单的五指练习曲 并且在一周的时间里反复练习 然后他们采用神经成像技术 来判断手指的运动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大脑中的运动皮质 结果发现高强度的练习造成了大脑中运动皮质的扩张 随后科学家又请了另外一组志愿者 要求他们仅仅是在想象中弹奏这些音符 根本就没有触碰琴键 然后测量运动皮质对此的反应 结果控制右手手指的大脑运动皮质区域也发生了扩张 意念仅仅是意念就使得运动皮质 分配给特定功能的空间发生了增长 那既然意念可以改变大脑 它与情绪风格有什么关系呢 前面我们讲过 每一种情绪维度都对应一种特定的大脑活动模式 脑成像技术证明 情绪维度其实是皮质和边缘系统等区域中 可以度量的生物活动 也就是说情绪风格是所有大脑机能的产物 这些大脑机能包括联系回路结构上或功能上的关系 以及神经化学机制 那既然大脑可以发生变化 那么情绪风格也是可以改变的 好 以上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内容 我们来小结一下 戴维森通过大量的实验发现 人们所经历过的事情与人们头脑中的思想 都可能导致大脑的改变 所以通过改变生活的环境和改变心理活动 可以让情绪风格发生改变 如果你的情绪风格干扰了你的日常生活 限制了你的幸福和快乐 或者是你的情绪风格妨碍了你实现目标 令你痛苦时 你就应该考虑改变情绪风格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内容 如何改变情绪风格 关于情绪风格的改变 当然也涉及到来自于大脑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的改变方法 我们先来看来自大脑内部的改变方法 戴维森重点介绍了认知行为疗法和禅修 这两种方法可以改变特定回路的大脑功能 从而让你对社交信号有更大范围的感知 对自己的身心感受更加敏锐 更容易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它们都属于改变情绪风格的神经刺激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认知行为疗法 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训练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 它的目的是让患者学会更加健康的 对自己的情绪思想和行为做出反应 认知行为疗法引导患者反思 他们错误的思维方式 让他们意识到导致他们出现心理障碍的是思维方式 摆脱错误的思维方式就可以使自己解脱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个神经精神病学家 叫杰弗里·施瓦茨 他诊治过很多强迫症患者 强迫症患者都会受到让人心烦意乱的念头的骚扰 比如担心家里的防盗门没有锁 即使在上班路上也要立刻冲回家去 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检查防盗门 脑成像技术显示 强迫症患者的大脑活动有两个区域过度活跃 矿额皮质和蚊状体 这两个区域一起构成了忧虑回路 由于它的异常活跃造成了患者的强迫行为 那怎么治疗呢 施瓦茨要求患者用正面客观的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让他们明白这一点 我的强迫症回路产生了一个强迫性的念头 我知道那不用当真 只是线路出错造成的静电干扰而已 患者花一些时间学会这个技巧之后啊 就能够摆脱强迫想法了 再次用脑成像技术对患者的脑部进行 观测的时候呢 可以明显的看到 患者的大脑活动模式发生了变化 这就是认知疗法的作用 如果你的自我觉察能力过于敏锐 以至于出现了疑病症 恐慌症 强迫症 你就可以尝试这种方法 予以矫正 长期坚持 对于这些病症的缓解很有帮助 而且呢 没有副作用 改变情绪风格的另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禅修 戴夫森本人就长期坚持禅修 而且多次追踪研究僧侣的大脑变化 作者认为 各种形式的禅修 可以改变大脑活动的模式 帮助你在情绪风格的六个维度上 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改进 正面禅修 是抑制性人和和矿额皮质活动的有效方法 这种练习 要求你不予评判的观察自己 每一个当下的念头 心情和感觉 如实的观察这些念头 心情和感觉的本来面目 不加任何的扭曲和简化 研究表明 哪怕是短时间的正面练习也会带来效果 许多人报告称 仅仅二十分钟的正面练习都能让他们受益 作为一般性的了解和简单尝试啊 戴威森给你介绍了一种最简单的正面禅修法 从调整呼吸开始 具体做法是 挑一个一天当中你最清醒 感觉最敏锐的时间 在地板或者椅子上笔直的坐着 在放松的同时保持脊椎直立 这样你就不会打瞌睡 现在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 留意呼吸在你的整个身体中产生的感觉 注意你在每次吸气和呼气时 腹部出现的运动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鼻尖上 留意每次呼吸时出现的不同感觉 如果发现自己走神 有了其他不相关的念头或者感受 只要重新把注意力放回到呼吸上就好 这个方法就这四步 很简单 一旦你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呼吸的诀窍 你就不用再把呼吸当成自己关注的目标 你可以转而去注意此刻 你头脑中的主要内容 不管它是一个念头 感受还是身体的某种感觉 培养自己对当下状况的觉察能力 而不要展开思考或者做出评判 接着你还可以对身体进行扫描 步骤是这样的 还是保持笔直的坐姿 将你的注意力有规律的在身体各处移动 脚趾 脚步 脚踝 膝盖 一个接一个 注意身体每个部位的具体感觉 可以是刺痛感 压迫感 或者冷暖的感觉 不要去想这些身体部位 而紧紧去感觉 这样在不与评判的觉察过程中 你就能够培养对自己身体的觉察能力 如果你在一系列的念头或者感受中逐渐迷失了 你可以通过呼吸重新静下心来 以上这两个练习啊 每次五到十分钟 每天两次为宜 这些练习的好处是什么呢 几周之后你会发现 你与自己内在的思想 感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现在你在体会它们的时候 心中的评判 惊慌和执念 已经变少 在对它们保持觉察的同时 你不会陷入这些情绪产生的漩涡 增强了不与评判的觉察能力 你的心灵就不会被思想和感受所绑架 如果你的专注力过于分散的时候 你的情景敏感过于敏感的时候 或者你的情绪调整能力和社交直觉明显不够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种禅修方法 它能够帮助你 把你在情绪六维度中有明显影响生活的部分 调整到合适的水平 认知疗法和修缠训练 都属于改变情绪风格的神经刺激练习 这些都是大脑内部的改变方法 你也可以通过外部的 也就是重新安排自己的周围环境 来实现对情绪风格的改变 因为人有一部分天生的性格 本来是由基因决定的 大概占到全部性格特征的一半左右 但基因本身并不足以让某一种性格特质显现出来 基因还需要被开启 在人和实验室动物身上的研究都表明 生活经验可以让基因开启或者关闭 后天环境能够对先天因素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基因的表达程度受到环境很大的影响 如果生活环境保持稳定 你的气质和情绪风格也同样会保持稳定 反之则相反 200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同卵双胞胎共享的生活经历越多 他们表现出来的由遗传学影响的特征越接近 如果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 等到他们50岁的时候 他们表现出来的差异将会是13岁时的4倍 不同的环境可以将基因组相同的双胞胎 塑造成不同的人 也就是说在人们是否能够表现出遗传道的性格特征 环境起到了很大作用 根据这个发现 家长和教师可以重塑儿童的情绪风格 即便一个孩子的基因类型让他有焦虑的倾向 但只要他是在一个无忧无虑 充满关爱的环境中长大的 他就能够通过改变特定基因的表达程度 而名副其实的降低那些基因的作用 同样如果一个孩子具有害羞的基因倾向 但只要他的父母给他以适度的鼓励 让他鼓起勇气去和别的小朋友交流 而不是给他过度的保护 纵容他的害羞 那么他到了青春期乃至成年的时候 可能就会变得喜欢与别人交流 作为成年人 找到有利于自己的环境 也是很容易做到了 比如如果你想让自己变得更积极 你可以在自己家里或办公室 放一些能够激发你积极情绪的照片 对于社交情境不太敏感的人 可以选择一份宅在家里的工作 如果要减弱自我觉察能力 那设法增加周围能够吸引你注意力的外部刺激 在干活的时候听音乐等等 这都是一些好办法 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内容 如何改变情绪风格 小结一下 改变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从心灵改变大脑 认知行为疗法和禅修是不错的方法 另一个是改变外部环境 因为基因的开启需要外部环境的激发 人们是否能够表现出遗传道的性格特征 环境起到了很大作用 让环境适合自己 更有利于自己的情绪风格的发展 今天我们从四个方面讲了情绪的事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 人们有六个情绪维度 分别是情绪调整 生活态度 社交直觉 自我察觉 情境敏感和专注力 你的情绪风格如何 取决于你身上的这六种成分的不同含量 具体的情绪风格与身体健康修期相关 积极情绪有益健康 过于极端的情绪风格会影响正常生活 如果进入病态的范畴 就需要我们做出适当的改变 情绪风格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在周遭世界中的经验 可以让大脑发生变化 纯粹的心理活动 也可以让大脑发生变化 具体方法 一是认知行为疗法和禅修 这是从心灵改变大脑 从而改变自己的情绪风格 另一个是改变外部环境 使它适合自己 更有利于自己情绪风格的发展 当然了 一个人能够走多远 的确是有限度的 但没有一种理想的情绪风格 情绪风格的好坏 取决于你是谁 你想做什么 什么样的性格特征适合你 你持有怎样的价值观 以及你身处何种环境 了解了自己的情绪风格 你就可以为自己精心营造一种 与之相容的生活 通过对情绪风格的调整 提升你的幸福感 让你找到更多生活的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